世界充满未解之谜 早上好 作为一个胸控旅行者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念哥哥 今天我要去骑士团打听一下佛魔龙的情况 看一下骑士团对佛魔龙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 到底是要诛杀还是要驯化 哎 前面好像是秦团长 他好像在跟一位小姐说话 这种时候嘛 我偷听的天赋又被迫触发了 在听完他们的谈话之后 请告诉我这位小姐来自自动国 一个叫愚人中的组织 目前他们在接着佛魔龙作乱的理由 来给蒙德施压 希望蒙德把边界交给自动国来看守 等等 这么说的话 原来自动和蒙德是零国 这次的谈话让我意识到 愚人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组织 他们的势力遍布在提瓦特各地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人手 而他们效忠的正是兵治国的兵神 至于愚人中希望能接手边界 应该是在觊触风神的力量 回到办公室以后 我们开始讨论风魔龙的问题 既然他是蒙德的守护神 洗漱团就没有要讨伐他的意思 而是为了找出他袭击人类的原因 这是我忽然想到那个发红光的东西 就赶紧拿出来 大家看了才知道 这原来是风魔龙的眼泪 但这里面却充满着无悔的杂志 也许风魔龙的暴力 就是来自于这种杂志 所以秦再次请求我的帮助 让我调查这种杂志到底是什么 接着我就将被赋予了 荣誉骑士的称号 不明不白的 有点受宠若惊 离开池团以后 我们在广场遇到那天那个绿衣男 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们 原来他是一位引游诗人温迪 他说的风魔龙目前的状况 是因为受到了腐蚀的诅咒 下诅咒的人是深渊法师 这是一个非人类的邪恶组织 可以控制求求人 也能使用元素力 诶 不会是我昨天遇到的那个吧 当我这次拿出眼泪的时候 他却无意间被我净化成了一颗纯净的结晶 好奇怪的现象 但这反而让文迪看到了 拯救特瓦琳的希望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有个大胆的计划 叫我陪他到蒙德的教堂 去讨一把琴 那是风神曾经用过的天空之琴 只要将净化后的眼泪 滴在琴弦上 就可以实现跟特瓦琳的沟通 但天空之琴 偏偏又是不能外界的宝物 毕竟是神明的东西嘛 结果文迪他就 唉 真没办法 我已经不能再隐瞒了 我虔诚的信徒啊 喜悦吧 在你面前的 正是风神巴巴托斯本人 我 我随便想个借口都比这个好 竟然说自己是风神什么的 不会吧 既然天空之琴接不到 那我们只能自取了 我听说偷琴要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才合适 所以我在晚上又来了一趟教堂 最后在要得手的时候 突然就被愚人中抢先一步 天空之琴就这样落到他们手中 偷琴了失败路之后 我跟温迪就被当成小偷追捕 我们躲到了城里的一家酒馆 认识了酒馆的老板迪鲁克 在我们说明事情的经过之后 他却好像很赞同我们偷琴的举动 所以就没有举报我们 而是直接把琴团长 叫过来跟我们当兵沟通 那么琴声的进化 能让风魔龙恢复正常 这也是真的吗 诶 没想到琴居然也认同我们的做法 经过大家的商议之后 我们的想法终于达成一致 都决定使用天空之星来拯救特瓦林 那首先我们要闯入原中的巢穴 夺回天空之星 这次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是迪鲁克 琴打回来之后 温迪让我把净化的眼泪滴在琴弦上 让天空之星附着缝的元素 在一切都准备究析之后 温迪就带着我们前往灾星牙 去寻找特瓦林 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温迪对特瓦林的事情这么丧心 他跟特瓦林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会吧 来到宰星牙后 温迪弹奏了天空之星 果然把特瓦林吸引过来了 当后面也冒出了一只深渊法师 但他好像对我们充满敌意 还称温迪为巴巴托斯 等等 这是风神的名字吧 我记得 不过这也解释了温迪重视特瓦林的原因 毕竟特瓦林是风神的眷属嘛 那眼看沟通无果 我们只能暂时回到九庄 讨论接下来的行动 由于温迪已经放弃了蒙德的统治地位 现在他已经是个有名无实的神明 所以想要拯救特瓦林 甚至维护蒙德的和平 就只能借助普通人类的力量 这才是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的原因 接着温迪就提 我们可以直接闯入特瓦林的巢穴 就在风龙废墟内部 不过这块区域目前被一个风场停蔽着 但因为有了修复好的天空之星 现在的温迪就有能力可以破除这个屏障 但此时迪如克却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既然特瓦林拒绝沟通 我们就算进去了又能怎样 难道要正面跟他对抗吗 还好这时琴也表态了 如果讨伐风龙是唯一的选择 那为了蒙德的安宁 我们也只能这么做 虽然我和温迪都相信 现在应该还没到那一步 我们走吧 来到了废墟路口 温迪再次进行弹奏 我就负责清理来袭的秋秋人 最后果然成功破除了冰障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又多了一个新的区域可以探索 想必里面一定有很多宝箱 还有风神筒 不过这些以后再说 现在挡务自己还是特瓦林的事 我有预感 这应该是我们和风魔龙的最终决战 在进入战场之前 温迪说他做了这一切 不是为了驯服特瓦林 而是让他摆脱身边的控制 让他回归自由 所以温迪可以说是为了自由而战 秦泽是为了履行骑士团团长的职责 才随我们前来 至于迪路口 虽然这件事跟他无关 但只要关乎蒙德的安徽 他就不会袖手旁观 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 酒吧老板都参战了 我一个资深的旅行者 就更没有不战的理由 接着我再次化身为滑翔机 在空中跟特瓦林交战 我发现他背后有两个紫色的锥形物体 想必那就是他伤口上的凝邪 深圆交团却在伤口上释放诅咒 才侵蚀了特瓦林的精神状态 所以我已经很清楚该怎么做了 只不过特瓦林 你要再忍耐一下 在我清除掉第一个凝邪的伤口之后 温迪加入了战斗 那第二处的伤口就交给他吧 你问我为什么不一起战斗 昨天打狂风之河的时候 已经很明显 我一个用剑的 根本打不到在天上飞的 而且目前来说 我们必须先破除特瓦林的护盾 才能迫使他落地 只有这样才能清除他身上的凝邪 终于第二个伤口也处理好了 但情况好像有点危险 结果在最后关头 特瓦林接住了我们 一条风魔龙就这样彻底洗白 不过也看得出来 诅咒被破解之后 现在的特瓦林容光焕发 暴力的性格也随着凝邪一起消散 终于蒙德恢复了平静 大家又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 本来还以为会跟特瓦林你死我活 但好在结局还算圆满 既拯救了他 也拯救了蒙德成 但我相信 深渊教团应该是不会善罢感休的 这一切也许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唉 我真的快累死了 哥哥的事还是明天再问吧 饭也不迟了 直接回去睡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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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